陈平安把第二条石板鱼丢入了竹篓 少女缓缓地抬起头来 赤赤脚的少年已经转身快步走去 又下了小气 少女听着少年扑通一声后 迅速从竹篓一手抓起了一条鱼 低头望着还在蹦跳的他们 神情严肃地点头倒 厉害的厉害的 青衣少女知道这座小镇 有许多怪异的景象 名叫杏花巷的那口水井 锁挂铁锁不知有多长 不远处的廊桥 前身其实是一座横跨小溪三千年的石拱桥 桥底有一把秀气斑斑的铁剑 剑尖所指是一座深不见底的碧绿水潭 那座长着十二只脚的旁下牌坊 祠塘外草丛里横七竖八的破败泥下 北方有座瓷山 堆积着历朝历代 被督造官亲笔判定为残刺品的瓷器 一律被敲碎打烂等等等等 他甚至知道大半缘由 他很小就跟随爹走南闯北 所以属于当之无愧见过大世面的 但是当陈平安第三次抓着石板鱼上岸后 双手已经空空的少女依旧蹲在鱼篓旁 只是两只手还在偷偷擦拭着衣角 他仰头看着赤脚少年走近 就像老百姓看待神仙的眼神了 陈平安被他古怪眼神给看得浑身不自在 试探性地问 你想要这些鱼 少女下意识地使劲点头 陈平安笑道 那这三条都给你好了 之后我再抓 少女眨了眨眼睛 然后开心笑了 狐媚且狐媚 陈平安很熟悉这种眼神 就像自己小时候看待刘宪阳 是一般无二 那会儿的刘宪阳啊 是杏花像泥萍像这一代的孩子王 抓蛇捕鸟捞鱼 好像天底下就没他刘宪阳 不会做的事 到后来啊 原本跟在刘宪阳屁股后头 当跟班的同龄人 有些也去了龙瑶当学徒 更多的是散入小镇 各个杂货铺子当伙计 或是给亲切帮忙管账 也有如宋吉星所说 最没出息的人 才会去庄介地里刨神吃 那最后还跟刘宪阳 混在一块的 就只剩下他了 陈平安将送给少女的 三条石板鱼啊 用几根狗尾巴草 穿过鱼塞穿在一起 递给了少女 他接过这串鱼啊 拎了拎 感觉啊 不像是能够凑足一叠青椒炒鱼 他便歪着头 瞥了眼小溪水坑 满是期待 陈平安心领神会 他歉意道 接下来抓起的鱼 我要熬汤给朋友补身体 不能送给你了 少女指了指不远处 那只打开的包裹 是也可以用那些糕点来换鱼 陈平安摇头笑道 不行啊 糕点好吃 也能填饱肚子 但是不如鱼汤养人呢 少女点了点头 没有强人所难 默默做回原位 小心翼翼地 把鱼放在脚边 然后继续他坐吃山空的大意 陈平安虽然好奇他的身份 但也没多嘴询问 看他穿着打扮呢 不像是福禄街陶夜巷 那边的大家闺秀 倒是有点像隔壁邻居的智龟 秀里秀气 也不爱说话 陈平安突然有些担心 他不会是偷了家里东西 出来吃的小丫鬟吧 听说那些大宅里的规矩 厉害得很啊 刘贤阳和宋吉辛两人 总喜欢反着说话 唯独在这件事情上 倒是例外 只不过刘贤阳的说法很吓人 说是丫鬟婢婢女 在那些院墙高高的宅子里头 一个走路姿势不对 就会被眼睛跟捕蛇鹰 一样好的管家派人打断腿 丢到墙外的街上等死 宋吉辛则说刘贤阳 这是以鹅传鹅 才没那么夸张 只不过大家门户里的丫鬟嬷嬷 确实走路都跟猫似的 听不着办点声音 沈阳撇进一旁 偷着乐的婢女智龟 立即就恼羞成怒 大骂宋吉辛 鹅什么鹅呀 你家的鹅会说话 陈平安最后抓上来 七八条石板鱼 竹篓被他们撞得摇摇晃晃 脸色惨白的少年 知道自己差不多极限了 春天的水冷 是往骨子里钻的那种了 最主要 当然还是受伤的左手 经不住啊 陈平安最后一次上岸后 快步跳下青色石崖 钻入西畔草丛里 发出了一阵 稀稀缩缩的声响 没过多久啊 拔出三四样草来 不少草根还带着泥土 一大把就握在手心 捡了块普通石子 回到石崖后 找到石崖一处 手心大小的天然小坑洼 擦干抹镜 开始轻轻的垂倒着草药 很快啊 就变成了一团青色浆糊 汁水散发出春季水畔野草的 独有芬芳 背对着少女 陈平安深呼吸一口气 咬紧牙关 开始拆解左手棉部 额头很快就渗出汗水 一下子覆盖了 从头发滑落的冰冷溪水 血肉模糊的伤口 虽然比起包扎前的白骨可见 已经好生一些 但仍然称得上触目惊心 陈平安来时 并没想到左手会触碰溪水 所以没有准备棉部条 之前他满脑袋都是舍胆石 可以挣钱 以及抓鱼炖汤这两件事 这个时候才意识到自己犯了个大错 少年正有点懵 突然一只手掌出现在他眼前 手掌上摊放着几条干燥洁净的布条 原来是轻衣少女 不知何时撕下了一截绣管子 陈平安惨然一笑 顾不得跟少女客气 往手心伤口涂抹上草药后 靠近嘴边 用牙齿咬住一端 右手扯紧 围绕手背两圈之后打了个截 一系列动作有条不稳 犹如蝴蝶绕枝 让旁观者眼花缭乱 绑扎完毕后 陈平安缓缓抬起右臂 擦拭满脸汗水 两条胳膊颤抖不止 根本不受控制 蹲在附近的轻衣少女 朝陈平安渗出一根大拇指来 满脸的你很厉害的神情 陈平安右手指了指眼睛 苦笑道 其实疼得我眼泪都流出来了 少女转头撇练少年自己编织的大箩筐和青竹鱼篓 有些疑惑 陈平安神色尴尬 那些石头能挣钱的 而且抓鱼也很重要 少女懵懵懂懂 但是仍没有开口说话 两眼有些放空 扭头愣愣地望着波光淋淋的溪水 潺潺溪水 摩缩着那些露出水面的石头 哗啦啦作响 那一刻 星空璀璨 天地寂寥 人间好像 唯有一双少年少女 陈平安的身体 逐渐安静平稳下来 原先急促的呼吸 开始下意识放缓 转为悠长绵绵 就像从山红爆发的小溪 变成了春秋枯水的溪水 这种悄然转变 少年自己根本没在意 浑然天成 水到渠成 陈平安 知道一身湿漉漉的 不能被初春的冷风吹得太长太久 得赶紧回到小镇那 换身衣服 少年自然不会懂 医书上的那些养生和病例 但是这辈子最怕生病一事的少年 对于四季节气变换 和自身身体的适应 早就培养出一种敏锐直觉 所以他很快穿上草鞋 在腰间系上鱼篓 背起锣筐 跟轻衣少女挥了挥手 我走了 姑娘你也早先回家 陈平安一边走下石崖 一边忍不住转头提醒 郎桥那边水特别深 千万小心 别脚底下打滑啊 回家的时候 最好靠着水田这边一侧 哪怕摔倒了 一身泥 也总好过掉到溪里去 陈平安说着说着 突然意识到自己说这话有些不吉利 听着不像是好话 反倒是倪平像顾灿他娘 最擅长的那种诅咒人的混账话 陈平安很快闭上嘴巴 不再唠叨 加快脚步向北跑向了小镇 锣筐很沉 可是草鞋少年呢 格外开心 解开那个近乎死结的心结后 陈平安第一次觉得自己要好好活下去 好好的 比如说 要有钱 能买得起带着独特墨香的春联 彩绘门身 吃得上毛大娘家铺子的肉包子 最好再买一头牛 像隔壁宋吉辛那样 能养一窝鸡